好啦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课本的第46页 如果你来不及的话 你可以看课本的46页 不过因为这些单字都还好 因为12个月份其实就包含了12个单字了 好 第一个单字 这一课在学到的东西呢 就是跟日期有关 所以写上第4课的第一个E 它叫日期 还没完哦 要抄的是这一句话 一定要抄起来 What's the day today 就是问今天是几月几日 然后回答 还没完哦 你要写个Q 课出问句嘛 然后A 写个It is 月份加叙述 月份 可是重点 加叙述 还记得叙述是什么吗 譬如说2月1号可不可以February 1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February 1st 就是第一第二第三 所以呢我们的回答 几月几号 你必须要月份加上叙述 所以你有first 有second 有third 那月月份最多就到31 所以是不是31 它是31st 这是第一个意思 那整句都要超时 因为这一课的问句 照理问句就是要问你今天几月几号 那月经它是回答 今天是几月几号 所以记得不要有a 不要有e 不要有and It's 月份加叙述是ok了齁 好 再来写个e 它的第二个意思呢 是男女之间的约会 写个e 约会 名词哦 所以你跟谁约会 叫have a date with 约会我写简字可以 叫have who 那约一约会可以数啦 A date with 什么人 所以像有些阿公阿妈 他们年纪以前比较大的 他们没有自由恋爱这种东西 他们是相亲 相亲呢 很特别 它叫a blind date 盲目的 叫blind date 为什么他们在这个认识之前 可能都不认识 所以可能长辈叫他们做什么 就做什么 可不论其实是盲目的啦 问题是有人翻成相亲 好了齁 再来第二个单字 这个就真的可以跳过 是因为还好 因为呢 它大写 先知道一个概念哦 所有的月份 一定都要记得大限 那请问你哦 月份 年 他们要有哪个介细词呢 他的度数真的不够 好 来第一个写个印接 年 月 四季早中邦 没错 不是斧头邦哦 也没有日哦 年 月 四季 早中邦 早上 中午跟 傍晚 傍晚就给你们写了哦 第二个 月份一定要大写 那这个字就没有多写的意义了 一样就三个字而已 不用再说写了 OK吗 所以月份一定要记得大写 再来第三个单字叫做third 请你先把它写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呢 是三 对不对 所以三 后面是什么 stndrdph 对写上去 而且通常这个word 会自动变成在右上角 3rd 你们回去不信你试试看 你就打一个3rd enter 那个rd就自动跑到右上角 因为这个在英文里面 它们其实是一个符号 就是叙述的意思 再来写个二 叙述的前面 第一个一定要了 你如果不是了 就请你至少加个所有格 那所有格是那个my you were his her 人民EPS 这叫所有格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挑一个用 因为我们要限定它是第几个 加上你的叙述 所以是the first the second my third his fourth 就是要加上叙述 那叙述大部分都是提的句 上次我跟你说嘛 大部分都是th 只有1 21 31 41 51 到101 201 那种1 那是st1 那是因为它们最后两个字 好了 好 再来第三个要写的东西还没完 我写个3 3 3的地方呢 记得我们的分数 分数 上面叫基数 什么叫基数 就是1 2 3 4 5 很多人都不会 很可惜 你们去考那个amc啊 jh mc啊 很多人是因为题目看不懂 上面是基数 下面呢 是叙述 那叙述呢 帮我写个括号s 为什么 因为上面如果大于1 我们下面这个分目啊 就要加s 为什么这样说 譬如说 八分之三 我们中文讲八分之三 请问英文怎么讲 我们中文先讲八 再讲三 对不对 英文不是 八分之三 英文要先讲上面的基 叫做3 ok吗 然后重点来哦 八要是叙述 对不对 叙述嘛 所以呢 你的那个八 要e i g h p 就好了吗 h 还不够 对 因为它上面已经超过1了 所以要加s 这样会吗 那你中间文一样 其实就差别在于 你觉得你把它当形容词来看 还是当一个分数来看 那我们试试看哦 五分之四 诶 不错哦 很好 for 还在fi吗 for fifth 这样子就好了 对 一样要加上s 对 它很难念 可是还是要念 因为你还是要加s fifth 好 那请问你 十二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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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 很好 先写十二分之七嘛 所以英文里面呢 要先讲七 叫做seven 好 那十二要写叙述哦 十二还记得 第十二怎么说吗 t 加个e l n f th 可是上面 对 再加s 好了吗 你念个一百遍就觉得它是很正常的文 那是因为你们没看过 你们也没机会去念 所以觉得它不好念 很奇怪 好 大概我只是要顺便刚好讲到叙述这件事 好来 第四个单字叫做when 有发现它是什么词吗 副词 对 叫做和时 那会这个字好 其实它蛮好用 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大 时间 所以一 写个等于 what 第一个 如果你问几点几分 就是what time 第二个 如果你问星期几 就是what date 你如果问几月几号 就是what date 你问哪一个月份 就是what month 所以简单来说 会这个字可以等于what 加上你要问的时间 胡先生 要超知道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一直提醒你啊 我已经提醒你第二次了耶 好了吗 会这个字是代表大时间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很清楚 要问几点几分 建议你用hot time 如果你不知道它到底要问几点几分 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个季节 用会 可以 所以会包山包海 那更清楚的就是what time what day what month what year 那 WH有一个特色 WH会面一定要哪一项 先接你的注冬词 所以是what do what can what is 好来第五个单字 叫做second 有发现它的词心很多吗 有哦 来第一个它是什么词 好 形容词写个第二的 只要是形容词请你写个的 第二的 的哦 白呼的的 第二个它是副词 副词呢 叫第二 地方的的 第三它是名词 名词 名词叫什么 秒 对也是第二名 名词的时候就是秒 当然也可以是第二名 he is the second person 也可以 那就那时候就会变形容词了 所以秒的时候可以数哦 因为有60秒嘛 一分钟是60秒 像是可以加个词的 好 再来下一个单字 所以我们刚刚有问几位几号 接下来要问的就是月份啦 所以我们呢 这一课在上词是日期 所以一到十二月 你要记得 一到十二月 所以的月份叫做 month 这个字 那请问你月份可不能数 可以 可以哦 都可以说十二个月啦 没错吧 所以一加s 可以 它可以数 加s 好了 再来写个二 你们最讨厌的 最害怕的就是月考 没错吧 月考怎么说 写上去哦 叫monthly 加油楼外 其实名词加油楼外 变成形容词 所以月考 叫monthly test 这叫月考 可是你们现在不叫月考 叫叫 也不叫段考 叫定期 平量嘛 还是什么 就是以前我们叫月考啦 因为平均一个月考 不是嘛 现在叫monthly test 可以 或者是monthly quiz quiz就不好 因为quiz是小考 比较多 好 再来下一个咯 下一个呢 叫tenth 你知道为什么它叫th吗 因为它是 叙数 所以还写个十 右上角 这样子 念的时候 还是要念tenth 哦 记得念的时候 还是要念tenth 然后这样子写 往前 一定不是乐 就是所有格 至少要有乐 不然交由所有格 两个挑一个用 the tenth my tenth ok了吗 好 再来对话译的最后一个单字 叫mother's day 快到了吗 说话也快 说话也慢 因为现在四月嘛 超再一个月 那你们发现它大写 请问你为什么它大写 对特定 第一个它是装有名字 所以写个一 他要用up on mother's day 星期日期节日 都用up 星期日期节日 我们用的都是up 记得哦 mother的m要大写 day的d要大写 是因为它是专门母词 所以你律一定都要大写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动画一 对话一 对话一 看到 May 10th就好 确定吗 我们今年的确定是在5月10号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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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必须 刚刚讲了一句话 It's on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什么意思 5月的第二个礼拜日 5月的第二个礼拜日 所以我们看一下 5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 是礼拜几次 6号还是13 对 所以是5月13 这样知道哦 5月的第二个礼拜日哦 好啦 那我们就往下看 课本的四十六页 礼拜三就好这段咯 来 第一个on Sunday 一样 请你再写一次 星期 日期 节日 特定的啦 简单来说就是特定的 星期 日期 节日 我写电档 真的不错哦 真的要 叫你站了哦 好了 所以括号写个特定 这是特定的 不会变的 这叫特定 特定的有对吗 好 再来这整句要背起来 What's the date today 是什么意思呀 今天 几月几号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日期叫today's date 你的生日叫birth date 不过这个呢 其实我们不会这样用 no birth date 你的birth date就好了 可是实际上 对于它是星期 我们问的都是几月几号 好 所以第一个 What's the date today that 爸爸今天几月几号啊 你们上次考试啊 很多人错就是这个吧 提醒你哦 如果你要讲同位语 同位语 请你前后 这里一个人名 后面一个人名 然后你才可以继续讲下一句话 所以我们的同位语的先决条件 就是前后 都要用逗号隔开 你们这次考试很多人错 OK吗 爸爸今天几月几号 It's May 3rd 好帮我写个字上去打叉叉 知道为什么不能有暗吗 对 只要强调今天是星期几 现在是几点几分 只要强调是今天 可是如果你问说 这件事情发生在几遍几号 那个时候才有暗 好 所以今天啊 May 3rd 3rd写个3 RD 今天 5月3号 就它刚刚动画不是 登 很大意思了 Wait Mother's day is coming 来吧 这个coming写个等于 around the corner 你知道什么叫around the corner吗 corner是什么 轉角 对不对 around the corner就是在转角 你转个弯就到了 它的意思也是快到了 所以Monster's day is coming Monster's day is around the corner 中文都一样就是快到了 火星节快到了 所以你们要开始想好 每天存的10块钱 存到5月13 应该还可以买一束玫瑰花 买一束开开心 我不建议你买开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一定很贵 买玫瑰花好 玫瑰花比较便宜 而且女人应该都很喜欢玫瑰花 这不行就香水百合嘛 就是不要说你妈妈 菊花就好 真的是甜兵 好啦 我妈妈喜欢那个菊花 因为扫户的时候 看她都买那个花 就真的混到了 所以Monster's day is coming 就是Monster's day is around the corner 她说 Really 真的吗 When is it 她会用when的原因是知道什么原因吗 她等于这个 就是她其实是要问 她大概是在哪个时候 所以你可以是等于What time What day What date 那这里呢 她的下语句 你就要仔细看哦 她是说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这句考是必考评 一定考这个 比如说教师节 是在9月的第三个礼拜三 假的啊 然后双识节 是在10月的第四个礼拜一 类似这种 你都要会 所以第一个 你的关键字 第一个啊 第二个啊 一级圈 当然啦 亂讲啦 我乱讲的 我乱讲的 我们的父亲节 固定8月8号 不相父亲节 那感恩节呢 知道吗 11月的25 不是 她们也没有固定的日期 所以她是11月份的 假设 我随便说 假设圣诞节 是12月的第五个礼拜日 有可能吗 很可能嘛 可是因为她有时候会考这种类似的句型 所以要关键字要记得 就是我基本上 on 了 要画起来 on 要画起来 on 要画起来 然后这个on的中文叫做的 所以你要从后面往前翻 叫五月的 第二个星期日 所以呢 她就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啊 就要后来想一想 算一种 蛤?不會吧 It's this month 好把这个this month 前面写个in 打叉叉 有in啊 有this啦 有last啦 有next啦 这一种的 我们前面都不能再有解析词 这个不要忘记 好 类似要什么today呀 tunai呀 这种我们前面不能再有任何解析词了 不会吧 就这个月了耶 当然你们还没 她说yes it's on May 10th 好把这个on May 10th 画起来 当然你可以写on the 10th of May on the 10th of May on the 10th of May 那这个of一样就是the 就是五月十号 只是我们比较少这样用 我们就直接讲May 10th就好了 ok了 好先到这边